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观音菩萨的六四大明咒心咒的口成 所以大家就是算是结一个 跟大家结一个法院 所以那这次呢可能大家比较机缘可以从尊者尊圣的大家那边接受 这个法教所以我觉得比较就这么说 大家都很殊胜 所以很幸运 所以我也在这里呢随喜各位 然后那今天好像有人跟我说要说一些说一些话有关佛法的一些话 其实突然之间我也想不到什么 好像我的国语平时还可以 但是来很多人的时候就好像就快不行 所以呢突然之间忘记很多词 所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其实呢大家都应该了解就是 那跟这个中国呢就是很久以来就几千年了就是有这样跟佛法很有很有很有缘分吧 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佛法呢有时候很多就是像我们什么佛法也好 很多法上的修行可能它因为就会变成一种习俗或者变成一种传动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也许我平时把这个宗教跟精神可能比较分开来 那宗教呢当然那宗教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或者传统 那精神呢那不必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那可能不是说跟着一个传统或者形成一种比较像外在的一种形式或者仪式 这样再来这样子来修行佛法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不是很圆满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就是可能自己可能先要一些感觉吧 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佛法 然后呢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我们可能脑子里面要比较清楚的一种 清楚的一种概念 这样子还能可以可以很圆满的很 很如法的可以修行 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就可能 你也搞不懂 你也搞不清楚 那只是跟着一种传统 我们就有时候在去寺庙里面 然后就是求平安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种传统 所以可能它只是变成一种很浅的东西 不是很深入 也对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且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吧 所以呢修行佛法的真正的意思就是 我自己认为可能佛法讲究的是一种改变吧 改善我们的 改善我们的心 那改善 可能以前呢自己不那么慈悲 不太就是管别人的这样就是快乐跟痛苦吧 所以然后慢慢就是因为遇到佛法 自己有一些自己有一些感觉 然后呢好像认识到这个慈悲性的重要性 所以有点像这样子 所以呢大家可能修行佛法之后呢 至少需要一点改变了 自己我觉得自己心需要一点改变 仅只是有这佛教徒的名字 或者皈依三宝 这样子是好像是好像是不够的 所以呢一定要把佛法的精神带到生活里面 然后呢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 更完美 然后那自己也是嘛 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真正的这个 修行佛法吧我认为 但是但是我认为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还有一种情况是 比如说像我自己呢 从小就是出生在佛教的家庭里面 那我的父母亲呢 他们对佛法很有很有信心 那然后呢七八岁的时候 去到了到了到了这个感叙巴的祖寺 然后成长在一个佛教的很有传统 很有算是很有佛法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自己就当然就会觉得 自己是真认为自己是真正的 就是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一种佛教徒 但是呢有时候呢 那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我有时候自己观察 你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是不是一个好人 这个问题一问的时候 我就自己有点很难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其实应该是说 你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的话 应该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对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好像 是 就是 其实不是 并不是这样子 好像是自己认为佛教徒 但其实 自己 还不算一个好人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有点 有点奇怪 所以呢 大家不要被这样的一种 名字啊 或者这样的一种 虚假的 怎么说 这样 感觉来就是 蒙目 蒙住自己 好像觉得 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自己什么大乘的修行 好像有点 有点了不起 或者有点 怎么说 自己觉得有点不得了吧 但是就是 其实呢 就是我们有问题的 就是 其实我们还没有做到一个 善良的人 做到一个好人 那如何能做到一个 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佛教徒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真正的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人生 怎么把这个变得更有意义啊 更的变得更有价值呢 所以呢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了 当然 当然大家都可能都是 看起来都是我的长辈 看起来都是 好像很有修行的感觉 所以呢 我就不敢多说 我觉得 再说也 我觉得自己丢脸吧 但是 最重要就是 我们把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重点 有一些 真正的一些精髓 不能丢失 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太专注那些精髓 那些真正的主要的一些修行 好像我们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有点搞糊涂 但是 就是 那 当然好像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事情 那最重要就是 这次你们所得到的这些法教 不是我的 你们在那边得到的一些法教 我觉得 最重要就是要 好好的就是修行 好好的用在 就是 生活里面 因为现在就是中国就是经济 开始就是发达 经济发达的时候 就是人民对外在的 这种 依赖就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 很多人就想要 想要赚钱 想要就是物质丰富 觉得物质上丰富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 可能会满足 我们的这种需求 或者之类的 觉得会快乐 觉得会幸福 那其实 其实 不一定是这样子 嗯 我们太依赖就是物质 我们太依赖就是物质 但物质的东西 它是 它是无常的 有时候 变来变去 那这样子 我们的就是幸福 有时候就 一些 是吧 金融危机啊 那些情况 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这样的快乐 跟幸福 也 也没了 所以呢 啊 我们不能 当然我们需要一些 外在的条件 跟物质 物质的这样的一种 支援吧 但是我们不能 太 依赖这样的东西 我们还是需要 可能内心 也是一种 精神的一种 怎么说啊 支持 或者怎么说 依靠吧 不然的话就会 有时候就会 就会很痛苦的 所以呢 大家都可能 需要 多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可能就这样子了 然后 今天有这个机会 因为能够见到大家 而且大家都 就是 呃 特别 选一个时间 呃 来见我 所以我自己觉得 很很高兴 啊 很 而且 想要跟大家说 大家说 谢谢 啊 然后希望大家 呃 大家怎么说 健康快乐 一切如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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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 谢谢大家